大家好,今天拍这个录影是要来示范 彭义俊医师在诊所跟病人说 如果有人昏倒昏迷中风 自己该如何处理 他有讲过用手指内翻 那我今天来示范一下他到底是如何来做这个动作 基本上手指往内翻这样子 压进去然后折进去 每一个手指都要折到最紧 最底 从这里 第四根往内 所以自己跟自己折的时候应该不会太出力 你也不会觉得很痛 不过如果你实验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的话 他可能会开始就觉得很热 而且头脑就会热起来 然后很快就会清醒了 我在彭义俊那边实习的时候 这个拇指呢就是往内这样子翻 我在那边实习的时候 他有翻了翻我的手指 我就觉得全身发热 很难不清醒过来 他就说十指连心 十指连心 的意思就是十根指头连着你的心 所以刺激了之后 基本上就神能恢复过来了 他就说这个可以直接刺激到这个心肺功能 让一下心脏强起来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折 如果他们晕倒你朋友家所晕倒的时候 你就这样子把它折 越大力越好 应该他们就可以恢复过来了 好谢谢